顺志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痴情种呢 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 顺志最喜欢的女人是谁呀 居然是董岳飞 有人说董岳飞是谁 是江南的董小婉吗 说实话不是 董岳飞呀他是北方人 跟他的父亲呢到了南方 他生活在南方有一点江南女子的那种韵味 但是这个女孩啊特别的充慧 特别的贤淑 他居然有江南美女的这种温婉 进宫以后呢 这个顺志皇帝说实话啊 他皇宫里边有皇后也有皇妃 可是他偏偏的就爱这个女人 这个董岳飞呀 他生了一个男孩 当时这个顺志皇帝就说了一句什么呀 我要封你为皇后 我要让咱们的孩子干嘛呀 将来捉太子 当时人家董岳飞万岁爷万万使不得 为什么呀 清朝时候啊他是有制度的 说皇后有一人 皇贵妃一人 飞是四位 贫是六位 你把我从贤妃一步登天封为皇后 那你说我以后在宫中怎么生活呀 皇上啊万万使不得 这个顺志皇帝就说 我要封你为皇后 把我们的孩子封为皇太子 但是人家啊这个董岳飞就使出了一个杀手锏 一哭二闹三上吊 皇上你要封我为皇后的话 我就死给你看 皇上呀也搞不住他这样哭哭闹闹 那你就做我的贤妃吧 就这样在宫中平稳的生活 可是没想到他们的爱情结晶 那个小男孩没有几天就夭折了 这个董岳飞一共进宫才四年 但是呢在四年当中 有三年是躺在病床上 孩子的夭折给他带来了万分的悲痛 孩子夭折以后 董岳飞也随机而去 您知道这时候顺志说了一句话 来人呢把我这个屋子啊 全部给他做成什么呀 做成法事 要为他们超度亡灵 因为当时顺志皇帝他要出家 这时候呢他就用了自己所有的心思 我不处理朝政了 我要为他们超度亡灵 就开始做起了大的法事 等这个伤势办完以后 这个顺志皇帝居然做出了一个决定 来到了他的母亲面前 就是孝庄皇太后 一下跪到那里跟母亲说了一句话 母亲呢 我呀不想当皇帝了 我要皈依佛门 当时没把孝庄皇太后气死 你说什么 你是千辛万苦登上的皇位 我为了你 我付出了一切 今天你要弃天下人不管 你要弃我而去 你去跪到老主中的面前 你把这件事给我说清楚 说明白 你如果想通了 想明白 你再回来告诉我 顺志最后还是做出了决定 他决定要出家 你们觉得他是真的出家了 还是假出家了呢